熊娃子坐在坝子里晒太阳,叫妈妈给她拿一件衣服。 妈妈就问她,你是怎么回事,晒太阳还冷。 她说反正怕冷,妈妈问她是不是昨天晚上坐三轮车,吹风了。 她答应妈妈,昨天晚上坐三轮车是有点冷。 妈妈也耐烦地给她加了一件衣服。 把衣服穿好了又没有拉链。 她感觉晒太阳还是那么冷,起身就往屋里走。 外面那么冷,还是到这里来烤火。 她坐在那里,叫妈妈端点水喝。 妈妈把水端过来,叫她不舒服多喝点温开水。 她跟妈妈讲,中午我想吃豆腐面条,有好几天没有吃,还有点想吃呢。 妈妈又命令她,你还喝一杯温开水了,我就去煮豆腐面条。 她就咕咚咕咚地喝了一杯。 喝完了妈妈叫她等着,马上煮给你吃。 过了一会,妈妈把面条煮熟就吃。 就差不多吃了一大碗。 吃完了,她嘴里还说,今天这个豆腐面条好吃。